由政府成立的正确回收公民工作小组 在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后 今天向政府提成了建议 新建议包括回收塑料瓶换现金 设计透明的垃圾回收桶等等 希望能够强化居家环保工作 回收塑料瓶然后可以奖励现金的机器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国的大街小巷 这个建议就是正确回收公民工作小组 在最后一场讨论会上所提出的其中一项建议 也有成员建议设计透明的垃圾回收桶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水 有食物 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就是 这个卫生巾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适合在循环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设计一个透明的桶 那么人民可以看到说 什么东西在里面我们应该要循环的 工作小组共提出了9项建议 政府将在11月底之前做出回应 政府也计划在设立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 针对如何解决一次性塑料用品的污染问题 提出建议 给我们接触三个颜色的转型